感覺還在生蜘蛛 它或是比較容易有蟑螂之身 但是換成這種... 蟑螂在地球上 其實是比我們人類時間還要長 我們也不容易殺死它 殺死它就要大費周章 其實我們應該創造一個是 讓它不喜歡寄居的一個環境 我覺得環境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Canop的轻直脚踏 那刚刚就讲到高度了 像我要拿取上面的物件 我会很辛苦 我会拿不到 尤其这个比较深 那我怎么办呢 第一个就是我要拿个椅子 来把它垫高 或者是拿个梯子来垫高 但是呢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我底下有个轻直脚踏 那这个轻直脚踏 我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我踩上去 那像我这种高度来拿东西 其实它是比较方便 然后呢 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危险 各位会想说 像家里小朋友从这边经过 他在那边骑脚踏车 不小心撞到我人会不会跌倒 各位放心 这里有一个固定的方式 它是稳的 所以说你这样子踢它 你这样撞它 它是不会有任何的 因为毕竟是站在上面的地方 那要怎么解除 解除就很简单 就是比方说 抠一下 抠一下它就推进去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收纳的效果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垃圾在厨房里面 一般都是没地方放 那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个垃圾桶 这个也是推车型的 这个是推车 推车有个好处啦 我假如说我今天在这边洗碗 我可以推到我洗碗的地方 或是我在这个餐桌上面聊天 我上面一些垃圾 要分地要收拾 我就推到这个地方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不是把这个垃圾 拿到我的垃圾桶 而是我垃圾桶就定位 等着把垃圾放到这个地方 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也不错耶 而且它是跟柜体结合在一起 其实一般人不晓得它就是一个垃圾桶 这样子它比较有真体化的垃圾桶 有时候我们的冰箱不想外露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冷冻贵或冷藏贵 我们可以把它给隐藏起来 CleanUp有一个地方很吸引我的是 它们的板材的类型 非常的多样化 然后也有分很多不一样的等级 我们大家可以依照 对于外观跟面材的喜好 以及价格上面的需求 去选择我们的板料 CleanUp的门板有100多款 你看这是Standia系列 它有分Class 1 2 3 4 5 那它每个的风格都不一样 可以依据设计师 还有个人喜欢的这个样式 我们可以来做搭配 那怎么搭配呢 因为我们CleanUp的这个门板 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准备这样子的一个板材 那这样就会比较清楚 比如说我要上下搭配 那我就可以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 做起来的厨具呢 颜色的模拟方式就很清楚 那上下角说是不一样呢 那它的感觉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感觉 或许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这样子上下两个颜色 我想还是单颜色比较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看看 对 一下来就好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清楚 我家将要呈现的厨具的样式 会是怎么一个方式 那它们等级不一样 主要是在它面材做工的细致度 细致度不一样 还有它的纹路 它的调理 还有它的收边方式也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它整体的功能性 跟它柜体的特性 它所能够营造带来的价值 其实是一样的 那再来就是面板 大家觉得它呈现出来的质感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也不见得说贵的就是最好看的 对 然后也不见得说 最便宜的就是最不好看 像我自己挑的 我不是因为价格考量的关系 对 我们要挑这一块 是因为它就是它像板牙 它又有点像涂料的那种质感 那我就是喜欢这种东西 那我刚好挑到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块 但是它刚好就是Class 5 价格上比较便宜 对 那不是因为它便宜 而是说它贵的关系 其实它里面的 储具的功能都是一样 它板材每一个都非常好清 那也不容易受到这个光线的照射 而产生褪色 这边这个系列又不一样了 对 那这个是什么 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Central系列 那Central系列所营造的气氛又是不一样 那Central它最大的特色 也是我们很多业主非常喜欢的 就是我们这个不锈钢的这个门板 它这个像老虎的眼睛 更帅 它随着我们的光明 它可以做不同的幻化的感觉 这是一般不锈钢所做不出来的工艺水准 当然有时候看小小的框框会看不清楚 我们都会准备大板材 是是是 那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Central一系列的这块门板 光看这一个 你会觉得它整个是就是那种镀钛感 是整面素面的镀钛 但是大板拿起来 它其实是有一些纹路的 那这个连后面这边也都是不锈钢 一体成型的不锈钢 在厨具界 不锈钢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我想只有这个产品 这个就是Central里面的仙球厨具 它里面的是属于深色系 要属于黑色系的质感 好看 比较内念的质感 那跟我们一般白色的 它的质感代表的是不一样 它的水槽也有它比较特殊的做法 像这一个就是比较属于平板 然后我们的刀具 我们的调味品 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比较属于长条线的物件 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可以再收纳进去 所以这边是第二个层次 第一个第二个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它的收纳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第四个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植物圆抽 那这个配件是 不管面板挑哪一种类型都是可以配的 都是配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不配里面的 这些万用盒 也可以不用配这些 这是自由选择 这个是可以做一些选择 但是一般月底 他假如跳到Central 他可能就会选择 像这样子比较多功能的水槽柜 下方的这些产品 然后这个水槽啊 我要讲一下 我们当初在挑厨具的时候 超喜欢这个水槽的 因为你看它的宽度就到这么宽 虽然水槽只有这个范围 但是水槽光这个范围 它的那个宽度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 它这个是可以滑动的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 这里我可以照会讲一下 因为当初太喜欢这个东西了 我们有些洗东西可以放在这边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斜坡 所以它水会直接往下面去流 然后再加上这一整座 旁边的台面 整体都是一体成型的 我跟小小都觉得超漂亮的 但只是碍于预算的考量 因为这一座不便宜 为什么会不便宜 是这样子 因为它有它的价值感 它有它的特殊性 这个完全是手工水槽 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它有分好几个不同的层次 这个底下呢 就是我们Canapa的这个 就是腐突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毛丝面的地方 那第三个就是它的太阳纹 所以它是不同的组合 那这种水槽 它就是手肘的就是漂浮性 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高度 它比较高一点 水槽你在那边洗东西 比较不容易让你会有腰酸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然后再者就是说 它这个有一个辅助的平台 这是一个三角点 人站在这个中心的位置 然后呢我在这边洗完 备餐 在这边料理 要在这边煮食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属于亲子 老师有时候少不了 我们在上面要揉面团嘛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 直接在这边都可以做 两边都可以做 对对对对 这个都可以再做 那我们要切菜 这边我们也可以放砧板 也可以再做切菜 假如我在这边做切菜 然后我这边切菜之后 所产生的那个菜渣 或是我们那个汤汁 我们就从这边剥掉 或是我水龙头的水 直接从这边下去 但是这种水槽 它是火在中导 跟我们用在我们一般的料理区 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我们有时候会说 它是二滴水槽 或是三滴水槽 就是它有不同的层次 大家真的有来门市参观的话 这个很值得看一下 其实不锈钢 在KNAPP这个品牌里面 他们运用很多的科技化 还有这个机械方面的这个做法 但是很多像这个比较有质感的地方 比较领角的地方 它是有专门的这个职人的师傅 来做这方面的这个手工 我看它的转角做得很漂亮 对对对 这个地方有别一般的泡沫水槽 刚刚我们讲到餐车 其实这个才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餐车 最好用的餐车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餐车 那这餐车可以拉高 这样子烧麦会好拿很多 这样子可以推出去 那你看看它这个餐车的质感又是不一样 那这个是独立可以放在我们一个柜体里面 例如说煮火锅 我们在中早上面可能有那个IH炉之类的 放在那边煮 那东西很多 就可以像火锅店一样 这个就可以放得上嘛 对我们边桌就可以摆好几层的那个 而且有些比较热比较烫 它可以直接放 就直接放在上面就好了 你就不要手拿着 就直接推出去 可以这个非常的平稳 这个好方便 就可以直接推出去 那底下这边还有可以放调理器具 然后不小心没有注意到 这边也有插座 那平常我有时候在这边 我们电锅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插都插在这边 也可以在这边做煮饭 它每一个抽屉在拉 它你平常在拉的每一个抽屉 它的这个稳定度 还有它的轻巧度是不是有不一样 你可以试看看 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功能 日本的那个瓦斯炉柜 它的做法有别于不一样的地方 瓦斯炉柜底下会多一个不锈钢板的平台 它这个是专门火它瓦斯炉专用 试着想看看 假如说我今天要煮东西了 汤汁不小心滲漏出来 那滲漏出来它可能沿着这个瓦斯炉呢 或是我们的平台炉 直接滲到底下 不锈钢它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抵挡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万一不小心瓦斯泄漏 它会集中在这个地方 不会继续的扩散出来 所以柜就是展示柜 就是我们的收纳柜 那这个底下就是每一个都是有不锈钢底板的抽屉 抽屉底部做不锈钢还真的蛮少见的 这个在CNAP 里面就是可以选配 那这个不锈钢底板 它也是属于那种烧结糊涂 它是比较让我们可以容易的清洁 它是有清水性 好那谢谢钟正哥今天 这么用心的帮我们介绍 果然我没有讲错 虽然说我们已经就是挑选过一轮厨具了 但今天我还是听到很多 原本我没有听到的项目 有可能是后来才新增的 然后也有可能是我们当初的需求 可能只谈到某一区块的东西 没有全面性的全部看完 那今天莫名其妙又让我大开演截一次 CNAP 的东西真的 确实去老实话 因为我们自己是使用者 我是真的觉得蛮值得的 如果说你们喜欢他们的特性 跟一些外观的呈现的话 跟一些功能性的呈现 真的很值得来这边看看 那当然厨具选择有很多种 大家的喜好各自不一样 今天介绍这一集是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好用的东西 那大家真的有需要 就来逛逛吧 刚钟正哥跟我讲说 只要是看我们影片而来的朋友 那消费满额的话 钟正哥你来讲一下 你刚刚跟我说的 造型是什么东西 好哦 假如说是我们甘丹设计的粉丝 所介绍过来 或是看我们影片过来的好朋友 那我都会送 非常实用的这个水龙头 那水龙头不是一般的水龙头 它是可以伸缩 可以有发沙 和只有不同功能的 日本原装的水龙头 你说这个一般的售价是一万多块 我们一般的售价是在 一万两千块左右 这个真的是很有诚意 谢谢钟正哥 谢谢 谢谢 帮大家磨取的这个福利 大家好好的把握一下 未来也有可能有其他的 小礼品小证品可以选择 先以设定这个水龙头 水龙头 那有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品项的东西 那就到时候 大家来到门市参观的时候 再看一下 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做选择 就记得来电预约的时候 记得要讲说是甘丹的观众 好 那我们这集的影片 就先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加分享 还有甘丹设计的FB IG 以及Win的个人送的名乍 WinFamily 好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嘿咯